就是這個做完之後 然後點兩下 就做出來了 非常快樂 事情一下就做出來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Build List 這個Build List 就是要找什麼 這個人的Name 這個Name呢 我已經知道他後面的Name 但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的First Name 但是不知道後面這個Name 那怎麼辦 我可以透過他的什麼 其實有幾個方法 比如說我將來可以什麼 透過他的First Name 再去找他的Sername 所以你可以有個方法 乾脆把這個範圍 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名稱可不可以 我查我不要查那麼多 我就查這個範圍 查到他 把那個帶過來 然後呢 再串接原來的名字 可不可以啊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那或者是說 他已經幫我建了一個總表 叫Booking 那在這個總表裡面的Booking 他是分在 第六七八九 所以呢也可以用什麼 第二個 用Booking ID 特別主要他第一欄一定是Booking ID 去找到第八跟第九欄 也OK啦 那哪一種方式快 你就用哪一種方式啊 沒有限制的 沒有標準答案的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都是活的 反正你就是 見招拆招 很活的 反正你就最重要是 你覺得哪個順就最快了 那也不要鑽六角尖 而且不要說 今天要試第一種 第二種第三種 第四種 每一種都給他試試看 初期可以啦 最後反正事情先做出來再說 好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用 Name 插入函數裡面 那我一樣用那個最近使用過的 插入函數 插 乾脆用總表 他的ID 然後呢 F3 去查那個Booking 這個Booking指的是總表 第八欄 幫我把他帶過來 比對方式的話呢 如果 因為剛剛有同學好像 這個省略的話 他是說什麼 0 這什麼 觸或省略 表示找最接近的值 結果你省略好像他會出現問題 找不到 所以這裡的話 因為我們是一定是 不會有重複的資料 所以你乾脆用0 這樣會比較保險 否則像剛剛有同學 就奇怪查就查錯了 好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空白 所以呢 就and 一個空白 因為我中間 這個姓跟名中間 要加一個空白 所以記得這邊加一個空白 and什麼呢 然後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貼到